�무나清淡 short 作词standing 谬才开命 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一事 有人为了钱 竟然向自己身边的朋友亲戚落手 拿到錢 自然會殺人滅口 上世紀五十年代 香港銅鑼灣發生了一宗 三死兩傷的劫殺慘案 可以說是同類案件中最血腥的 1958年9月15日 居住在銅鑼灣啟超道 十號三樓的姓張護主 被三個罕匪入屋行劫 但由於劫得的款項數目太少 一路之下 竟然將屋內一家幾口 以裁縫用的剪剪逐一次死 甚至連一個十八個月大的嬰兒 都不放過 兇徒的行為極為冷血 引發全城關注 而警方就全力搜捕 終於在案發後十二日 即是九月二十七號 拘捕其中兩名男子 分別是 三十歲的餘命聖 和二十九歲的關窗堤 但是 還有一個姓陳的兒兇 相信已經潛逃大陸 無法追捕 一九五九年 二月七號 兩名兒兇在高等法院受審 庭上兩個人 胡指對方是殺人兇手 毀過於人 最後 六名陪審團 一次裁定 兩人謀殺罪成 判處還首死刑 並在同年的八月十一號問調 上世紀五十年代 香港曾經發生多宗 蟹人聽聞的凶殺案 凶動一時 造成多人死亡 包括 一九五一年的 六角大風尚滅門案 一九五八年的 大鼻臨斬殺三兄弟 和這宗啟超道劫殺案 是至今死傷人數最多的 入屋行劫殺人案 殺人者死 一經定罪 所有犯案者都是死路一條 以命填命 主席 一波 不急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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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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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